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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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一成圆 人与人合不合就靠一个字 圆 有缘不必讨好 毕书敏说 我们的生命不是因为讨别人喜欢而存在的 人的一生要遇到许许多多的人 有的原深 有的原浅 想和谁都熟络 那不可能 能聊得来多聊几句 也许就成了一生的好友 聊不来的平淡相处 就做个普通朋友 没必要刻意为了让关系上升一步 取一逢迎 委屈自己 不必要浪费精力去讨好谁 这世上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你的朋友 人和人相处 最舒适的状态就是谁也不讨好谁 在彼此面前依然保持自然 我不用谄媚你 你也不用奉承我 平心相处 彼此心照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面对人生的缘 我们不要去强求 也不要去纠缠 不管有缘无缘 一切随缘 一切顺其自然 随缘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让该来的来 该走的走 不强求 不纠缠 而顺其自然是做人最好的姿态 尽心尽力做好自己 剩下的交给老天 我相信老天自有安排 我也相信有缘之人 自会相见 无缘之人 即使相见 早晚也会离去 是你的 终究是你的 不是你的 强求不来 属于你的 永远都在 不属于你的 迟早会离开 既然如此 不如随缘 不如一切顺其自然 人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满意 也永远活不成让所有人都喜欢的样子 有的人来 来者不惧 有的人去 去者不留 一定会有那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在他面前 你可以大大方方做自己 合得来的人 不必讨好 缘即是自然 无缘 不必强求 诗云 知我者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悠悠苍天 似何人哉 合得来的人 你的一举一动 他都能领会你的心意 合不来的人 即使你费尽唇舌 也像鸡铜鸭甲 解释不清 有些人合不来是命中注定 既然无缘 不去勉强 留三分余地 就是最大的善意 不懂你的人 解释无意 不爱你的人 强求无意 不在乎你的人 执着无意 别把别人太当回事 没有什么是非他不可的事情 人一辈子 谁还能没点遗憾呢 苏世有词道 人有悲欢离合 越有殷勤圆缺 此事骨难全 把错过的放下 才能不错过将来 失去就是失去了 该散的散 该远的远 若无相欠 怎会相见 也许今生有人相遇 是因为上辈子的亏欠 亏欠越多 今生就需要用越多的时间来偿还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上辈子 更不知道上辈子是否有亏欠 但我觉得这辈子既然相遇了 那就好好珍惜吧 好好相爱吧 别辜负了上天赐给我们的缘分 缘分天注定 聚散不由人 我们不仅要习惯相遇 更要试着看待离别 有缘而来不聚 无缘而去不留 不要辜负每一份缘 缘来缘聚的时候 往往伴随着美好 缘去缘散的时候 往往暗含极许忧伤 但这就是缘 我们不仅要习惯原来的缘聚 更要适应缘去缘散 岁月是沙漏 溜走的你拦不住 沉淀下的不用拦 该是你的 迟早是你的 不该是你的 永远不是你的 合不来的人不必强求 无缘亦是自然 随缘 开心就好 清代小说家李渝 在小说《十二楼》中写道 大抵有缘人 头头相遇 费尽造化苦心 无缘人 头头相佐 费尽造化苦心 俗为有缘 造化弄人 有缘的人 总有种种凑巧 无缘的人 却每每错过 但无论有缘无缘 都是造物主 费尽心思的结果 非人力能为 有人说 人在世间走一遭 终归是个过客 既然过客匆匆 欣赏沿途风景即可 又何必对静起心 欲试执着 你拥有的便去珍惜 不属于你的 不要觊觎 弃你而去的 不值得伤心 不离不弃的 才要相守相依 若是真情 自真情相待 若是假意 就趁早离开 不论你承不承认 甘不甘心 很多事情都不由你做主 随缘不是消极避世 而是看透人生的智慧与豁达 人用前半生 求不得 人用后半生 求不得 求 不得 是努力争取 奋力拼搏 命里有则得 命里无则不得 求不得 是繁华过境 来去随缘 人生本无所得 都是因缘而起 我们都习惯相遇 却不擅长离别 可在缘分的世界里 有相遇 往往就有离别 面对相遇和离别 我们要尽量做到 一切情出自愿 一切事过无悔 缘分天注定 是分 是和 是聚 是散 不是我们说了算 既然如此 那就坦然接受 坦然面对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 去对待每一份缘 这样我们才能随遇而安 如果一段感情 有缘走到最后 那就好好感谢 上苍的恩赐 如果无缘在一起 也要无怨无悔 千万不要觉得 自己付出了那么多 却换来这样的结局 做人要懂得 面对人生的缘 情出自愿 才是最好的心态 而事过无悔 则是对自己 最好的交代 也是对这份缘 最好的交代 不得才是得 得一颗随缘妙用之心 庄子曰 至人之用心若静 不将不赢 硬而不藏 故能胜物而不伤 人像镜子一样用心 那么来者可以照见 去者形影不留 一切皆随缘 万物不可亲 懂得随缘 就能活出个逍遥自在 人生如戏 开心就好 合得来的人 自然合得来 合不来的人 也不必强求 有缘时西缘 好好相待 无缘时随缘 静静送别 不念过往 不畏将来 愿你余生 一切随缘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 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